摇虫摇虫目前的结果来看 市场基本上就是在1400米左右 出市率来看 今年出市率比去年要高 通过这两方面来追踪 评定今年的中介人质量 要比去年要好一些 鉴定完毕 今年的残种一如既往 得知了这个不出意料的好消息 雌雄蚝们终于可以彻底离开窝居 开始他们彼此间的邂逅 大自然的繁衍需要的是时间的淬炼 从卵到幼虫再到蛹 最后羽化成鹅 这是坐禅的生命中 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在陈凤林的眼中 坐禅的一生都在默默地奉献着 这个坐禅医生全是宝 它暖壳是蛋白质 由主要是食用 特别现在就这个黄色蛹 和这个神仙蛹的加工 这个大大地提高了 坐禅的负价值 鹅作为它制作 就是咱们坐禅两种 繁育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它现在看来既可以食用 也会做药 你给我来 你给我来 快点 快点 这是着探两种繁育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 额旗目选 目选 额旗目选 咱们在这个额旗目选的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是手感默测选择法 这个右两额的标准呢 看的时候主要看背部的二三环节 这个右两额的背部二三环节看里面血液清亮 环节紧凑 这个这就是右两额 那什么样是会被淘汰的呢 这个额是这样的 这个环节比较松弛 里面这个血液比较松软 这个选的过程中 要眼睛要准 同时你要既要有这个准度 准度还要有速度 速度 对 为什么 否则的话你速度太慢了 影响我们的这个工作进展 它下一步产卵就是就是如果太慢了的话 它就可能在这一部分就已经把卵铲出来 对对对对就必须撞在袋里头 铲出来就会 就抓紧这些时间 然后进入下一步 对对对就这样就这个环境 公民们的手法雷厉风行 大家就地形成流水线 确保在交配完成的几分钟内 把即将产卵的雌残鹅保护起来 防止残种的流失 分解过程中的优胜劣汰并不残酷 即使无法进入最终的繁育 淘汰下的残鹅也完全可以用于生物制药 造福人类 而这些脱颖而出的残鹅 便被迅速地送往最终环节 没有室外的寒风凛冽 分娩安静地发生在舒适的温室中 做产卵呢 产下以后要在20度的条件下 相对程度75% 保管24小时 这么做有利于净奶结合提高收集率 我这床是5公斤 保管的时候就是按照咱们标准定量 价值在9600元 正如蚕丝鉴定报告显示的结果一样 优质的残鹅在最终的化验检验过程中 仅有千分之二的淘汰率 残鹅所也因此瞬间吸引的 水中银户人讯前来收购 虚价冬 风 决 净 准 现在都一天二点 保证你没有秀 养神病毒 咱们一日看保護 不入影响给产量 秋天的话 咱们合作这么多年 下场肯定没有问题 就在秀源放 他们非常赞 他们的设备 加这个产种 选那个品种为关系 都非常赞 做成两种繁育建工具 年后一日里都在做 这个我们只要是感觉到 就是说我们把产品质量提高上去了 这个农民认可我们的货 我们作为一个科技软 我就觉得我们尽到了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 如今放养做残的市场 已经给农户们带来了空前的效益 正如陈放明所说 浑身是饱的做残 无论从残寺的重要作用 还是自身全时期的食用营养价值来看 已经让变身罗伊者 不是养残人彻底成为了历史 这段时间过了以后到了岁星期 我们其他的这些空人就都放假了 就我们几个技术人在这 我们每天晚上要直接玩 但是每当残除了 残农能帮我们的残种拿回去安息出残 我们心里就有一种成就感 我们不觉得苦涨 做残的一生虽然变化多端 但却只有短短的数十天 大自然创作的时间艺术 正如这些残鹅在生命尽头 播种下的希望 他们会在即将到来的山花烂漫里 孵化成虫 在某个放残致富的农家作树上 等待属于自己的羽化重生